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要來講解呢 怎麼用電腦玩Switch 並且用OBS來直播 那由於王國之類 薩爾達王國之類剛推出 那許多人呢都會想要直播 然後或者是 想把自己的畫面給別人看 或是自己存檔記錄 那這時候OBS就會遇到一些嚴重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 它擷取出來的聲音可能會delay的部分 它這方面已經獲得了解答 那也分享給大家 那順便告訴大家 怎麼樣用電腦玩Switch 然後並且直播的方法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進入我們今天的這個外界教學吧 那首先呢外部的連結很簡單 我簡單用我的手機做實錄就好了 那我使用的是圓鋼G553的一個擷取盒 那如果你要用電腦直播 你要需要透到直播的話 就一定需要一個擷取盒 所以擷取盒就看自己的挑選 那由於這部片也不是什麼 像其他YT的工商 只是單純的講解怎麼安裝而已 那這個擷取盒很方便 它就是有一個HDMI-IN跟HDMI-OUT 那基本上它這邊有個Type-C頭 那安裝方式相當簡單 你只要將它原廠附近的這個Type-C頭 然後直接接上有支援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是USB3.0以上的 否則它會讀取不到 它這邊會顯示濾光 那你顯示濾光的時候 代表它是讀取不到的 那這種情況下 你就會沒辦法讀取到你的Switch的內容 這是我一開始直播遇到的問題 就是一直讀取不到 後來發現是USB沒有插 正確插在3.0以上的孔 那接下來這邊會移到HDMI線 那這邊是直接插在IN的部分 那IN的部分要接到哪裡呢 就直接接到我們的Switch後面 大家有Switch的應該都知道 如果你把這個機台立起來之後呢 它這邊又有一個 等一下喔 這邊會有一個這個 那安裝方式很簡單啊 是把HDMI這一條接上去 然後接到這邊的HDMI-IN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另外一條呢 就是電源線 電源線是肯定要接的 那我們把盒子合起來 由於我是單手操作 所以稍微不方便 稍微跟我一下 那放完之後呢 就是電源線 往上面 那我個人是怎樣安裝 電源線放在這邊 這邊是我平時手機的充電線 就這樣放著而已 沒有在幹嘛 然後 這是沒有接的 那再來 剛剛的HDMI叫做IN 剛剛就完成了電腦的第一步的安裝動作 那這是我們的電腦外面的畫面 那我個人呢 是用雙螢幕來做直播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講 電腦內部的設定要怎麼設定呢 那接下來要來教大家電腦上的設定呢 首先我會推薦大家去下載這個 就是你買的 Jeshire的一個應用組程式 像我買G553 它就是 533 它就是 搭配了這個EverVIDIA的程式 那我會先把它打開 那打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只是為了對賬版號而已 但是這個程式呢 跟OBS是會有衝突到的 就是如果你開這個你就不能用OBS 它會導致於程式被衝突 所以我個人是用OBS直播的人 我就會很討厭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也可以做直播 但我說真的 我操控方法跟真正連接方法 我都覺得不好用 所以呢 我個人都是直接用OBS來做直播 那為什麼要開這個程式呢 這邊會有一個編輯 那編輯按下去 它可以顯示你的解碼格式 解析度跟更新率 那這邊大家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你到時候OBS設定的時候 必須照著這個來設定 會比較有那個畫面會比較好設定 就是這邊你就直接照抄它 那你也可以自己來選擇 它的這個更新率 或者是它的畫面 都可以自己做選擇 那設定完之後就可以關掉 因為這個程式會有個OBS衝突 這邊也可以明顯的看到 裝置被佔用 那這邊確認完你的型號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OBS做設定了 那OBS擷取的方法呢 十分的簡單 就是你只要按這個加號 加號這邊會有一個 視訊解決裝置 你只要直接開一個 例如說你想要截取薩爾達 你就打薩爾達 那薩爾達設定之後呢 你就只要選擇這個呢 你的畫面就會出來 就是你剛剛截取的 你的截取盒的畫面就出現在OBS上了 那由於我的OBS有點BUG 它如果之前有設定過的話 我再設定一個它就不會出現 所以我只用原本的設定給大家看 然後打開你正常截取出來 就會是這個畫面了 那怎麼樣來設定這個畫面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按右鍵這邊有個屬性 那我們剛剛有打開我們的圓缸的主程式 來看它裡面的一個設定內容 那我們只要照抄裡面的內容就好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叫你們看那個程式的原因 這邊完全照抄完下面有一個東西叫做音訊截取 但這個音訊截取是非常難做設定的 很多人在設定這個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就連我已經實況十幾年了都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它的聲音會延遲 那我們這邊正常都會這樣截取 會這樣截取 然後去選擇它的這個音訊的這個裝置 但將來說會發生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那正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截取完之後 第一個問題你會沒有聲音 你怎麼截取都沒有聲音 那怎麼樣它有聲音呢就是按這個屬性 那這邊會有一個這個輸出桌面音效 但這個方法會有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就是它聲音會延遲 注意看喔 我把東西移到右邊 只要不是一個那個耳朵有問題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聲音接近快到一秒的延遲 那我有去特別問員場的那個就是客服人員 去問一下他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這個東西你就去 新增一個這個音訊截取輸入 然後去抓他的那個東西 然後我根本就抓不到那個截取頭的音效 所以他回答我的根本也沒有用 就算你真的抓到好了 他的聲音也會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延遲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聲音延遲的方式 我後來研究研究真的非常久 因為我快中風了 真的很難去處理 那處理方式其實特別簡單 你只要把剛剛你的這個設定 這個我們剛剛這個遊戲的這個設定 因為我不想要打開 因為我打開了會倒成你們看不到設定的畫面 所以我就把關起來 拿到音場 那這邊屬性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 你往下這邊 你不要用音訊截取裝置 我們只要選擇只截取音訊 就是只截取這個Switch的畫面就好 那他只是一個畫面就好了 不要截取裡面的聲音 那雖然是沒有聲音的 但這要怎麼解決 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的顯示器 混到我們的主 要播放到我的主畫面給大家看 等一下 我調個屬性 那把它切換到我的主顯示器 這是我的主畫面 那這個主畫面 右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這個 音量的喇叭鍵 這個 右鍵 然後就可以按音效 音效這邊有個重點 你可以找到你的截取盒的這個HDMI的線 你按右鍵之後內容 你可以點這個聆聽詞裝置 然後你就會發現 神奇的事情就可以發生了 我們把畫面切到這個Switch的畫面 注意看喔 我們不用調任何的音訊設定 他的聲音就會 完全的同步了 因為我是聆聽這個裝置來聽 那這個就會造成你直播 不會再有那個白痴的delay問題了 那這是我自己研究的方法 不然其他方法我都沒有用 因為 我有去問過圓剛的客服 然後他們還是跟我說什麼 你可以在這個音訊調這個200延遲 就是可以造成不用生延遲 可是我的電腦調的也沒有用 所以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那之後我研究很久才發現 有這個方法可以使用 那也分享給大家 那想要開薩爾達王國之類直播的玩家 也許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分享給大家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設定的方式 那跟這個聲音不會延遲的方法 就無視的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囉 讓大家看看 我們解釋了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謝謝大家 開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